北北基桃选前连线造势 四人同台的画面将会再度上演 不过这一次四个人的身份 从候选人变成市长 11号就是2023平溪天灯节 除了北北基桃四位首长要参加之外 他们还要首次召开闭门会议 展现蓝影团结气势 新北市长侯友宜 借由平溪天灯节的活动 邀请台北市长蒋万安 基隆市长谢国良 桃源市长张善震 而活动前将首次召开联合闭门会议 将针对环状县经营权 一二零零月票实施系东线规划进行讨论 所有人都要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大家同心起立 携手合作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 我有责任把新北市的大小市勤力以赴 让整个市政的推动 朝203年的宴景迈进 就很多四个县市共同合作的议题 有交换意见 所以未来不管是交通 观光教育文化等等 我想我们就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未来会更便捷的交通 四个城市的人口 大家不管工作上学 都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双北市长都说病门会议 就是要谈市政 不过侯友宜召集会议 战线国民党领头羊的气势 有了北基桃首长用行动相挺 突破2024党内初选的提名困境 新北市的地理位置 刚好是北北基桃的中心点 我们平常就有三个县市的 生活圈的共同讨论 我们最近是把北北基桃 整个串联起来 速度会更快 效率会更好 我们最重要的是市政的推动 我们就是为市民的权益来打拼 评问到2024 侯友宜维持一贯说法 否认跟选举有关 不过在总统大选人选出入签 侯友宜的一举一动 都给外界很大的想象空间 欢迎订阅科官员 宋吉宁台北 新北参谱到 请订阅按赞 分享还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